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 真正的受洗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我自己以前老觉得我也是个基督徒 然后然而根廷这几年 我们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 因为没有信心 因为比较软弱的时候 老师经常能受到试探 那这个试探呢 就是试探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然后呢 这个试探是每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好头大哭 就是怎么哄都哄不了的样子 然后会还是好好的 然后一到晚上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认识到 我们要交通来给主 我们自己要祷告又有信心 因为没有这个信心 所以说很软弱 然后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试探 所以家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试探 都是声音 然后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 因为像家里有很多事情 所以一天听到试探呢 就容易受到感动 莫名其妙的就流眼泪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受洗的时候 哇 我真心想 哇 这个就是一个受洗 这就是一个主术 冲给你的一个荣耀 所以说我告诉自己 我也要这个荣耀 所以牧师问我的时候说 你受洗了吗 你要不要受洗 我说好 我就一个很今年好 我很开心 然后今天1月1号 也是我受洗一周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的时间 就是你在经历的时候 你不觉得主 他有赐给你什么东西 但是在你一年之后 你会回想起来 在一年当中 你经历的很多事情 都是主所赐给你的 我们一家人得到了一个无比 内心无比的平安跟充实 我们不会担心说 睡到晚上 小孩子会莫名其妙的哭 会闹 我们也不会说 因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们会起争执 会冷藏 我们也不会为未来的事情而担忧 我们学会了忍耐 我们学会了交托 万事交托给主 我们时常的祷告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说我们每一天早上 叫祷告主 晚上也叫祷告主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家人 都感觉到平安 然后呢 也感到这一年当中 我们也常常充满了喜乐 好谢谢大家